回看、展望,為你買香更好香港 香港迎接回歸20週年特輯 回歸以來,香港曾經成功擊敗SARS、禽漏感等挑戰 香港醫護質素一向都是我們的驕傲 不過,香港公營醫療系統 有沒有值得改善和檢討的地方呢? 現在去急症室,輪候時間越來越長 嘗試等整晚才看到醫生,急症都變慢症 其實,我又真的不是濫用,但可不可以快一點? 近來這麼多醫療事故,是否因為醫院人手不夠? 立法會議員李慧琼 市民對於公營醫療體系的投訴,主要有兩大部分 第一,就是輪候時間過場,特別是專科的輪候時間 有市民跟我們說,真的等到頸都長,沒有病就排到有病 小病就變大病,聽到我也很不開心 第二,就是醫療事故太多了,市民看得不太放心 所以政府要對症下躍 第一,增加資源,縮短病人的輪候時間 第二,就是要令市民看醫生看得放心 回到第一點,怎樣可以縮短醫療輪候時間呢? 其實特區政府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已經答應 未來十年會投資二千億去抗健醫院 我作為醫院一定看著這條數 不能讓政府走數 第二,其實有錢也不能夠一定行 大家不知知不知,其實醫護人手 無論是護士、醫生是嚴重不足 我們有時跟政府說,真的不夠醫生 所以你要的醫療服務開不了 所以一定要想一下,是否可以引入海外執業的醫生 短時間增加醫護人手 令我們可以擴充醫療體系的容量 我們可以擴充醫院 他們可以放在哪兒 還有人可以掛一旁